妹妹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一所欲言的故事哦 看 这只封面有一只兔子 在睡觉跟一只乌龟到达终点 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了吗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龟兔赛跑的故事 有一天 有一只乌龟缓慢地在路上步行着 这时候一只兔子 对呀对呀对呀的跳过来 跟乌龟说 啊 乌龟啊 你走路的速度怎么这么慢啊 乌龟很不服气地说 不要取笑我 不然我们来比赛看看 看谁跑得快呢 然后兔子就说 好啊 当然没有问题啊 那我们就来较量看看吧 反正你这只乌龟 看起来走得这么慢 怎么可能跑得过我呢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这个比赛非常的有趣 然后他们就想说 啊 前面那里有一棵树 那就比说 那谁先跑到那棵树 谁就赢了哦 然后乌龟跟兔子就在同一个起跑点上 预备 好 那他们两个就出发了 这时候兔子非常轻松的 就在那边蹦蹦跳跳的 呜呜呜呜呜呜 往前 然后乌龟就用他的四只脚 反慢地走 好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不知不觉 兔子就来到了半山药了 离那棵树已经剩一半的距离了 而乌龟 还在刚出发 大概十公分的地方 好慢地走 这时候兔子就回头看了乌龟 反正我大汗又走得这么慢 哈哈大笑说 啊 你这只乌龟 走得实在太慢了 居然还想跟我比赛 不如先睡个笑 再起来继续跑 还是比你快 比赛 于是 这只兔子 就在终点前一步的地方 睡了起来 想说 这样子比赛比较有看头 然后他就睡啊睡 睡啊睡 却不知道乌龟 还在缓慢地行走 不知不觉 乌龟就跑到了一半了 然后兔子就在那边 继续呼呼大睡 然后那只乌龟就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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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忽然那只乌龟就超过了兔子 突然间 兔子惊醒 哈 糟了 我怎么这么大意 不小心睡到晚上了 然后他就赶紧看看 那只乌龟在哪里 往后一看 两边都没有乌龟 然后他就往前一看 那只乌龟已经到树下了 原来那只乌龟已经走到树下了 那只兔子就非常伤心的哭了 明明我一下就可以到了 却因为贪睡 导致跑输了 妹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事情千万不可以贪睡 要一气呵成 做完再慢慢睡哦 你知道了吗 iplino 做事 做事 嗯